又回到我們要財財經台的發財廣場環節 新的嘉賓是來自要財證券的事務總監郭師子先生 郭尚你好 跟進兩地的市況 內地方面,上席指數最新跌5點,最近2156點 另外,護深300指數跌10點,2403點 另外,深淨城市跌83點,9476點 港股開始後,都跌多了 恆生指數最新跌140點,最近19314點 而國企指數跌60點,最近9319點 成家方面,暫時有129億 郭Sir,不如談談現在的市況 看到現在牛熊分佈 始終是買牛證的朋友比較多 你說回收價是18900點至19000點 區間的牛證是最多 但你說買跌的,即是買紅證的朋友 其實都不少 問一下郭Sir,你覺得現在的勢頭應該是炒上還是炒下呢 暫時來說,的確是正中間 因為今個月是由5號的19869點 跌到12號的18998點 8871點的跌幅,或者波幅,都還是比較窄 後市來說,一定是下面走 否則,一定是上面走 剩下來,就是要看看 我以為的因素走哪裏 這一兩天,暫時來說 是會受到匯控的事件 稍微略為反覆一點點 這是沒有辦法的 但最重要,都是條50天平均移動線 現在的50天線是19181 只要指數站在50天線上 情況就不太差 因為屬於一個叫做等待市頂的格局 所說的頂,暫時來說 應該是19869點 我們看看這個圖 19500至1966 大概有417張期指 1966至19699 七八點左右 大概有600張期指 換句話來說 這裡有1000張期指以上的淡倉 放在這裡 再看看下面 剛剛有19000至19898點 就有800多張 兩頭都是差不多 技術上來說 現在的指數剛剛站在中間 到底走哪裏 真的要看外圍的市況 和看內地的政策去主導 因為這一個星期來 傳統的藍籌 包括長和這些 其實是走得不錯的 如果你說進一步向上推 自然一定是朝著這些紅政來推 但是外圍因素還要配合 而且市場近期來說 成交禁額還是比較薄弱 唯獨是昨天的星勢和以往不同 以往你開高300點 然後就在上面走 浮的 但是昨天是開高30幾點之後 是慢慢推上去的 我覺得是比較實在一些 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 一眾中資的成份股 好像不太配合 變成升勢好像暫時來說 都略受規限 但是現在我們先看50天線 不跌穿50天線 機會還是向上走 但如果一跌穿50天線 情況就有少少逆轉 剩下10個交易天 如果真的走回頭 試穿50天線 自必然就叫做肉視低 低位是18,998點 如果再走兩浸下去 至必然那些牛仔就會被回收 暫時來說 看看指數 現在來說 剛剛是19,300多 如果你量度的話 相對19,869點 好像上面有500點 但相對下面來說 是有300點 如果以百分比來說 可能大概有60或65% 是有機會進一步向下視低位 不過處於一個反覆 和不太明朗的市況當中 升百多點和跌百多點 根本上不可以下定率 因為事實上來說 一旦成交金額大一點 或者好像明天星期四 如果內地有些比較刺激的措施 包括進一步下調銀行準備金 有利於這個大市 又借一些意料做後抽 現在最緊要是看甚麼呢 看中資銀行股 公行、中行、建行 行指成分裏面佔18% 如果下調銀行準備金 即是意味著 每下調半個百分點 就有4000億的資金 可以拆借出去 就算你說 早前減了兩次息 全貸息率有偏差也好 但事實上來說 只要新增貸款加大 是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況且 好像公行一年賺2,000多億 建行一年賺1,600多億 就算你息差稍微拉窄 對它影響又有多大呢 是有 不過應該也不會太大 內銀股暫時在低台上整固 現在欠缺點力水 如果內銀股也走回好一點 或者做技術上的反彈的話 指數向上市 18,900的機會 是仍然存在的 暫時的看法都是這樣 不過直到現在這分鐘 市房暫時來說 都是在低成交之下 處於一個無靈兩可的狀態之中 上是有機會的 但跌一樣是有機會 嚴格來說 正式走邊頭 暫時來說是看不到的 剛剛郭Sir說的內銀股板塊 表現都是一般 見到建行方面 現在跌近1% 最近是4.79% 跌近4仙 另外工行方面跌半個百分點 最近是4.08仙 跌兩仙 中國銀行暫時沒有起跌 最近是2.81仙 另外農業銀行升一仙 最近是2.97仙 升幅0.34仙 看另外幾隻表現是怎樣 看到交通銀行方面 暫時仍然沒有起跌 最近是4.86仙 招商銀行跌1.2仙 13.52仙 中信銀行跌2仙 最近是3.69仙 民生銀行是6.67仙 跌9仙 而重銀行是2.91仙 正跌1仙 剛剛郭Sir說的內銀 都要先等內銀幾隻做好些 港股才會做好些 其實你見到今天匯控方面 也跌得比較急些 現在跌2% 最近是66.55仙 他就給美國國會 力數七宗罪 關於洗黑錢這方面 前幾天都沒有受到消息拖累 反而今天跌了2% 消息是有在的 只不過是何時反映 如果市場傳聞 可能是10億美金的罰款 其實10億美金不是一個小數 是78億港元 相對匯控全年的盈利 這也是有影響的 但有些人說 影響有 也只有幾毫子 問題是 最重要是單一 千萬不要牽涉到其他問題 那就麻煩一點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一個月匯控股價 股價低位是66.05仙 如果一旦跌穿了 下一個防守據點 會退守到64.5到65仙 如果真的這樣 匯控一落一落 不用說 指數當然是受壓 股控股一分鐘 當然會下市 50天的平均移動線支持 所以這一分鐘 暫時來說 都要看看匯控股價表現而定 匯控在30日 就會公布他們中期業績 到時再和大家看看情況是怎樣 SIR 差不多時間了 待會回來繼續我們直播節目 歡迎大家繼續踴躍打電話來 待會在職場假路之一問必答的環節 就會解答大家的問題 先休息一會 恆新指數現在跌139點 還有19315點 待會再見